欢迎来到思维书屋,我会在这个频道分享各种生活技巧和读书笔记,希望大家可以借此得到一些有用的知识,让人生变得更加美好,更加有趣。 今天回到巨人的工具的分享,就像之前所说的,我会不定时地翻看这本书,总有一两个章节,会在某个时间点给我带来生活的启示。 而今天我会在影片中分享出,希望能够帮助人们走出生活瓶颈的方法。 如果你最近正在烦恼一些事情,或是对生活不懂得如何做抉择的话,那今天的影片也许可以帮到你。 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第一点尝试去做相反的是,当生活出现一些难题,或是眼前的任务陷入僵局的时候, Tim建议读者可以问问自己如果在48个小时里面,反其道而行会怎么样。 对此,他在书中分享了一段他的工作经历。 Tim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间提供数据储存技术的公司上班。 作为一位销售员,他的工作就是每天打电话和发email到各个公司, 然后把产品推销给这些公司里面的CEO或是技术高层。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面,Tim的销售成绩都非常的差, 甚至很多电话还没打到给公司的高层,就已经被那些秘书给挡了下来。 有一天他突然有了一个想法,他发现公司里面所有的销售人员, 通常都是在早上9点和下午5点之间,打电话去销售产品的。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那是正常的上班时间。 然而,他注意到通常那些公司的秘书,也是在9点到5点之间上班的。 于是,Tim问自己,如果反其道,而行会怎么样呢? 哪怕只是尝试48个小时,会不会对销售的成绩有所帮助呢? 一有了这个想法之后,他就马上行动起来。 他决定在周四、周五两天,只在早上7点到8点30分之间,和下午6点到7点半之间, 这两个时间段里面打电话,而在剩下的时间里,他就只是专心撰写推销的email。 结果这种做法的效果非常的好,那些公司高层常常就接起了电话。 Tim也得到了更多的机会,直接跟这些老板们对话。 接着他开始尝试了更多,反其道而行的做法。 譬如说,如果支队客户提出问题,不进行推销,会怎么样呢? 如果多读一些关于公司技术的资料,让自己讲起话来像是个工程师,而不是推销员,那会怎么样呢? 如果在email里面不要写那些常见的结尾,像是期待你的回信,或是希望能得到你的好消息。 相反的,他多加入了一些比较人性化的内容到email上面,比如我完全了解,你可能因为工作太忙而不能回信,但还是谢谢你把信读到这。 通过这些小小的实验,最终让Tim得到了非常好的成绩。 在做这份工作的最后一个季度中,单单Tim一个人的销售额,就已经超过了他们竞争对手的整间公司的销售额。 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的情况下,许多问题都是可以协商解决的。 如果生活中遇到难题或瓶颈,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些有违赚统的做法。 不一定要照着原本的思路绑死自己,只要不是犯法,或是危害他人的事情,勇敢地做一些不同的行动,并没有什么不可。 反而那会帮助你打破生活的僵局。 当然你不需要一下子就大改你的人生方向。 就像Tim的例子,在生活或工作中做些小小的实验,维持一到两天,看看结果会怎么样。 如果你是一个每天睡到十点钟起床的人,或许你可以在一个星期里面选两天早上六点钟起床。 如果你在工作上常常和同事起冲突,你可以选择两天,尝试用不同的态度来对待身边的同事。 如果你觉得自己个性害羞,那就选择两天勇敢地跟路人微笑,主动跟同事问候说说话。 如果你是一位做饮食生意的人,因为最近疫情生意不好,或许你可以尝试用不同的策略。 譬如在网上打广告,或是主动联络潜在的客户,为一些大型公司提供便当服务等等。 多尝试一些不同于平时的行动,看看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著名的畅销书作家,赛斯高丁 Seth Godin,在书中分享了一段值得思考的一番话。 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人们的生活,就会发现大多数人,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被动地做出反应上。 他们只会利用被分到手中的牌进行游戏,而不是换到另外一张牌桌。 使用不同的牌进行游戏,他们没有尝试过改变他人,只是接受了自己被其他人改变。 所有能够听懂这一点的人,所具有的力量都比他们自己想象的要多得多。 但问题在于,你打算怎样利用这种力量呢? 我们都习惯了社会教给我们的那一套,却忘记了其实我们是可以选择的,让自己走出惯有的模式。 生活中其实有很多可能性,勇敢地做出尝试。 你会发现到,其实你随时可以塑造自己的生活。 下一步练习每天写出十个想法。 如果你想不到生活中可以做些什么决定的话,或许可以参考另外一位嘉宾所提供的方法。 这位嘉宾叫做James L. Dutcher,他是美国知名对冲基金经理,也是一位企业家,还有畅销书作家。 James建议读者可以养成一种习惯,就是每天在笔记上面写下十个想法。 这个练习的目的是锻炼你的灵感肌肉,培养信心,随时做好并发创意的准备。 因此坚持每天的练习,比真正想到的灵感更重要。 如果你想不出十个点子的话,怎么办? 很简单,那再想出二十个。 你要对大脑施加更大的压力,摆脱传统的框框,不要管那些想法行不行的通。 只要想到什么,就立刻把它写下来。 有时候我们想不到好的灵感,其实都是因为完美主义的作祟。 大脑会试图保护你免受伤害,阻止你去想出令人尴尬、愚蠢的想法。 而克服这个问题的最好方式,就是强迫大脑想出糟糕的想法。 James在列出各种想法过后,就会针对每个想法写出第一个要采取的步骤。 他强调说,只要列出第一步就好了,因为你不知道这一步会把你带到哪里。 他也提到了一个真实例子,就是商业界的传奇,理查德·布兰森的创业经历。 有一次理查德·布兰森因为不喜欢某间航空公司的服务,于是他就产生了一个想法。 他想要创办一家新的航空公司,一个外行人居然想要创办一家航空公司。 你可以想象那是一个多么荒唐的想法,但他就真的去做了。 而他的第一步很简单,就是打电话给播音公司,问问看他们是否可以,租借给他一架飞机开始这门生意。 最后他真的打造了一家非常成功的航空公司,叫做维珍航空公司。 这件事情也有收录在他的自传里面,非常好看的一本书,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读读看,没有什么想法会困难到,让你连第一步都踏不出去的。 如果第一步看起来太艰难,那就把它简化一下,抛开一切,不要在意写出来的想法是否很糟糕。 如果你想出了足够多糟糕的主意,那么不错的想法就会自动地出现了。 Tim也是通过这个练习,找到了改变他生活的灵感。 在一次会议的时候,他一边听台上的演讲,一边在笔记上面列出自己能够做的最疯狂的事情,像是捐出自己全部的财产,六个月不上网等等。 但是在列出几件事情之后,他就发现自己的脑袋卡关了,于是他决定采用James建议的方法,放弃传统思维,让自己变得更疯狂一点。 结果他很快地,就写出了很多很糟糕的主意,甚至连砍掉自己的双腿,这种想法都想得出来,但是随着列出来的想法越来越多,他的脑袋变得天马行空。 最后,他想到了无限期休假,这个主意,结果这成了他过去五年来最重要的想法之一,也是促使他后来写了。 每周工作四小时,这本书最大的原因,James这个方法真的非常有效,他可以激发你去思考出更多的可能性,你可以围绕在生活中的任何方面去做这个练习。 在这里也列出一些James的例子作为参考,譬如说石建我不赞同,但其他人都非常重视的是,比如大学教育,当医生,买房子等等,十本想要写的书,十个想要跟他交朋友的人,然后想出第一个步骤,跟他们拿到联系,十种可以节省时间的方法。 想出对于眼前的某个问题的十种解决方法,这些都是他平时会思考的一些问题,而我自己也会不定时地进行这项练习。 写出十至二十个我想要做的影片题材,写出十至二十个要养成的习惯,或是参考Tim Ferriss,列出十至二十个我可以进行的疯狂的事情。 当你写出足够多的想法过后,那你就很有可能会发现一两件值得一做的事情,做些不同的决定和行动,把生活看作实验,你会失去什么呢? 很可能你什么也不会失去的。 接着第三个方法,学会在雨中跳舞。 在每个访谈里面,Tim都会问每个嘉宾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能够回到过去的话,你会给年轻的自己什么建议呢? 而最常见的答案就是,他们会鼓励年轻的自己不要害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人生不是等着暴风雨过去,而是要学会如何在雨中跳舞。 嘉宾罗伯特·罗德里格斯分享了自己的生活哲学,那就是永远不要对任何事情感到沮丧。 他在访谈中,讲述了他和儿子的一次对话,那时候他儿子因为考驾照失败了,感到非常伤心。 罗伯特对他儿子说,我想告诉你一个人生秘诀,那就是永远不要对任何事情感到沮丧。 所有事情都是有原因的,你因为没有通过考试而感到伤心,但我却感到十分高兴。 我宁愿你失败多几次,也不愿意看到你被交通警察抓到,甚至是在路上发生事故。 所以在我看来,你没有通过驾照考试,反而是一件好事。 如果你抱有积极的态度,那你就可以像这样看待问题,问问自己可以从中学到什么? 为什么要对事情感到沮丧呢? 不要仅仅因为事情,没有按照你的设想发展就感到沮丧。 其实背后可能存在着某个非常合理的原因,对于如何面对失败和挫折。 曾经担任美国海军指挥官的约克威林克,也在书中分享了简单直接的方法。 他说,在形势恶化的时候,不要感到沮丧惊讶和灰心,你要做的就是正式问题,然后说一句good。 任务取消了怎么办? 很好,我们可以专注在另一个任务上面,没有得到投资。 很好,我们可以持有公司更多的股份,没有得到升职。 很好,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提升自己。 他说,这并不是陈词烂调,也不是要你成为一个面带笑容的杨光先生。 这样的人往往忽略了艰难的事实,以为积极的态度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其实那是不可能的。 重点是不要老是想着那个问题,沉溺在失败的情绪当中,不要那样做。 你要做的是接受事实,然后努力找到解决方法,正式问题接受挫败,将它转变成好事,然后继续前进。 总结来说,如果你能说出很好这个字,代表你还活着,意味着你还在呼吸。 如果你还在呼吸的话,这就意味着你依然可以战斗。 所以站起来吧,拍一拍身上的灰尘,重新出发,好好出去迎战,学会在困难中找到出路,成为更好的自己。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了,希望今天的影片可以提供到一些价值给大家。 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请记得按赞,分享和订阅。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